而在氣爆之後 高雄市宣布災區石化管線永不回埋 但是這樣一來化學槽車滿街跑安全嗎 在前天設一夜就有槽車撞交通車 造成了一死十八傷 好 那麼該怎麼辦呢 市府說這個管線不准回填的政策 是不會改變的 不過他們會限縮槽車通行的路線 包括凡是載運毒化物的槽車 都會裝GPS來監控路線 從上貨送料到卸貨全程嚴密監控 同時呢 槽車的行駛路線 也會避開人口密集區 一旦違規就會立刻的開法